英 谋求转型 由骑兵归来 11月25日 英国国防部公布陆军转型计划 未来战事的具体方案 作为陆军未来海外行动的中间力量 金组舰的由骑兵团引人注目 英国陆军转型目标是建设一支行动 更加灵敏 功能更加融合 海外影响力更强的现代陆军 金组舰的由骑兵团团部 设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 下辖四个营 每个营编制250人 是陆军新组建的特种作战旅的 唯一作战单位 隶属于英国陆军第六师 它不仅要应对低于正规战争强度的 传统军事威胁 具备网络作战 电子对抗等 非常规作战能力 还将和当地武装开展常态化合作 前期 都格兰皇家团的一个营整建制 转力到由骑兵团 负责战备和整体建设工作 同时 英国陆军 皇家海军和皇家海军陆战队 等特战力量 将为其余三个营提供人员选拔 专业训练和武器装备的支持 美军特种部队也为其提供组织结构的建议 预计该团将在2022年底 形成初步战斗力 罗伯特·罗杰斯创立的由骑兵 在战争期间进行侦察预计 后演变为承担非常规作战任务的部队 此次重新以由骑兵命名新的特种作战力量 一方面是区别于英军传统的特种部队 另一方面展现了新组建的单位 将着重在海外执行任务的趋势 而英军传统的特种部队 如陆军特种空勤团 皇家海军特别州挺团 特种侦察团仍属于第一体队 将聚焦反恐 精确打击和隐秘行动